今天是11月3日星期六 肉兔台风果然如我们所料 打到来都散了 昨天已经消失了无影无踪 今天想讲这个话题 其实大家在这3-4日不断在东网都会看到 就是关于沙中线 我自己觉得 这个所谓调查委员会的聆讯 根本上就是 第一,就是拖延时间 第二,就是浪费时间 直接当我们香港人是傻的 沙中线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坦白说,现在已经破坏了 这个牵涉到很重大的公众利益 其一 其二,不只是公众利益的问题 而是沙中线如果开通时的安全问题 第二,就引伸到 林郑明日大渔的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黎顿在香港 基本上所有大型工程 都是有他的身影 现在因为这件事是被他停牌 申请6个月 那会不会 我们为什么会写沙中线 或是火星呢? 现在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条沙中线 好像火星一样 其实他乘坐地铁 过去 你要坐开那一堂墙的 坦白说 四个小时就完成了 为什么要 搞这么久去做这件事呢? 如果引伸到 同一样的东西 放在大嶼里面 香港市民 会大祸 其实我今天不是很想说这个话题 为什么呢? 要说的话题不多 如果你要多的话题可以很多 但是在庭上 大家唇章舌舌劍 大家去质疑那些 你听起来也没意思 因为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那些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沙中线已经发生了 香港人埋味的 我已经说过地铁是不用负责的 好了 如果同一样做事的 形式放在明日大嶼的话 而明日大嶼一定要上马的话 现在看政府的取态 明日大嶼是要上马的 是要上马的了 那就麻烦 这个沙中市一千亿 那个是一万亿 现在这个调查委员会 在做的事情 我打个比喻 就是一个病人 本来他有胆疾 第一个医生 就医错了 他死撑 他是没有医错 但是他胆疾的症状就出来了 第二个医生 就证实他有胆疾 好了 现在这两个医生 就要上这个胆疾委员会 那个法官 就要找一些辩护律师 请了两个医生 医生的助手 病人 病人的家属 所有有关的人等出庭作证 其实他只要 看一看超声波 就知道他有没有胆疾 现在这个沙中线调查委员会 一样 代表律师 现在 中科这个潘卓虹 他反而是被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人们说他无中生有 做很多事情都诽谤 这个调查委员会就成立了 由三十步开始 聆讯 就质疑潘卓虹很多问题 你做代表律师 我很厉害石永泰 告诉你 大部分围绕着打的问题 都是 想证明 潘卓虹是一个不诚实的证人 简单说句 当时你的人看到 他没有打卡 或者当时 为什么你不举报 你当时所说的东西 有没有录音 有没有照片 这些照片不成功 这些新的证据 刚才那幅画面 就告诉你 牵涉到贪污 为什么你才不说 来来去去围绕着一些问题 是希望令到 潘卓虹成为一个不诚实的证人 说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在任何公众 或者即使 调查委员会的夏利文 主席 都知道一件事 是不是 潘卓虹 大数了 就可以令到市民 可以承认 沙中线是没问题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 正常的钢筋 应该要完全接入 螺丝口里面 然后才能封锡 这个是用来保证 当沙中线开通的时候 列车出入出入 或者上面有车出入出入的时候 月台 是可以承受到震荡 不会踏下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 它根本上就是没有 接入那个损口 它只是碰住 然后封锡 红毛泥 或者封锡 那究竟 达不达到它原先的要求呢 又或者 去多两三年之后 振了两阵 整本的场上下来 那就糟糕 现在争拗的是这里 大家看到 潘卓虹 他也在那里吵 你在那里浪费时间 为什么呢 你阻止他就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无论是调查委员会 离顿 地铁 政府 倾向的东西都是 不作开 或者作开一些无关同样的地方 那代表了什么呢 因为如果潘卓虹 他是敢说这句话的话 坦白说他 四个小时就证明他有没有说谎 你如果作开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都没有 根本潘卓虹这个人就信不过 现在可以抓他坐牢 为什么不敢做呢 很明显就是 身有事 但是问题就是 除了 除了 牵涉到 極严重的 贪污问题之外 还牵涉到 公众的安全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有很多人都说 哎呀呀 你又是 说回港英年代 如果在港英年代 老早就做了 是不是 因为在英国老来说 很坦白说一句 他根本放明 就是找自己的人 找你钱 但是他交一些好东西给你 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礼顿呢 就是暗盘 简单说一句 就是四个字 偷工减料 地铁是赤眼开 赤眼闭 有可能 有可能 中科 是因为有一些 钱银的问题 所以才把这个 礼顿出来 我们不排除 这件事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究竟他说的是 对还是错 这个才是我 非常关心的话题 如果他说的是 对的话 这条沙中线要搞过 要搞过的 你就快点搞 不然这个 就是烂地盘 好了 潘卓虹都已经说了 你浪费了九天时间 只是在这一路 質疑 潘卓虹说的事情 是不是对 之前 有没有打卡 那时有没有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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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这个聆讯 是十五天 那你只剩六天 去盘问礼顿 可能没有时间了 完结 这个就证明 那是什么 那就是告诉你 香港仍然有些很骚髒的事情 在后边在做 那就是告诉你 这件事 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真的 就是说 里面 不止 只是这个钢筋的问题 分分鐘有其他的問題,而你是不知道的,是有這些所謂的工程的問題,有些偷工鑑料的問題,為什麼?因為有人在中間吃水 不是怎樣弄成千億呢?這個山中線 是不是?那這些市民是不是要出聲?你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出聲? 不要說那麼長啦,你鑽開了他,這個潘昌鴻,無論他什麼動機都好,是不是一個對的證人 如果鑽開一幅兩幅都沒有的,那就是你說謊 如果有的,不用說下去,他說的是真的,補了鑊,再補這個禮頓,分別補了地鐵 我們經常都說,中聯辦在裡面,有沒有處理一個角色呢? 究竟這間澳洲公司,他背後的大股東是誰呢?會不會就是中聯辦的人呢?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如果不是,政府想買你怕,根本都不敢鬥 好了,情形,同一個情形,在香港明日大嶼,林鄭這個計劃裡面 如果以現在政府的取態,這個明日大嶼就一定要走的了 差在有沒有修補?我經常說一件事,我們絕對沒有反對填海 沒有反對 但是一件事,填海某一些技術的問題,你一定要和公眾交代得清清楚楚 第二件事,所有工程的支出,原料,跟進,要完全透明 哪一個去跟進?你很簡單,你只是買海沙這樣 坦白說一句,你買多一兩億沒人知道的 你買多一兩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些是否好東西 因為林鄭還在六年多,她會走的了 但是這個計劃,是去到2022,他們現在想著,想著這個計劃,是可以在2025年展開 2025年展開,那林鄭那時候就走了 我沒有看錯,但是我們看看,大約,如果我沒有記錯,就是2025年她就想這個計劃展開 就是開始有人工賭出來了 那問題呢,不是她填1700公頃的問題 第一,我已經說過很多次,填海,一定是依著陸地填出來的 你突然間在一個海中心去填,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我知道林鄭為什麼這樣想,因為現在這個地沒有影響任何人 那就沒有影響發展商的利益 你看到發展商,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為什麼?那裡都沒有東西 為什麼呢?此其一 第二,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不用去鬥那些什麼高爾夫球場啊 什麼郊野公園啊,全部都不用鬥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有千七公頃 什麼東西教你用的嘛 但是衍生出很大的問題呢,就是 第一,她在海中心 還有她是當海洋的颱風 來的時候,是當正,就是她是打正她的 你怎樣去做這個防波措施呢? 你怎樣保證當時 你遇到的問題,這麼多的location 你可以解決到呢? 還有,你是興建一些很長的天橋,Sky Bridge 去連著這三個人公島 應該有一個很遠的,在新街就是四個 接著再連著香港區和九龍區 這些差不多你建了一條廣豬澳大橋 你會不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有沒有什麼評估呢? 沒有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評估到 你現在說五千億而已 你一拖延到後期開工,過萬億的了 林鄭到時候走了 她不關她的事 香港每年 放一千億下去? 她說,我可以發債 一千億,我就當你發一千億的債券 你給四利息,一年你都給四十億的利息 你怎樣給四十億的利息 你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沒有收益的嘛,大哥 你說那裡建一個商業區 為什麼我要在那裡跟你建一個商業區 都沒有人 荒島來的,那個島現在不存在的 你搬進去,哪個人進去一個喜寧州隔離的海島住呢? 是不是? 那為什麼棕地屬地那些不可以鬥呢? 司法覆核,政府每天都在做 當年英國政府肯定收都可以 補錢給你 怎麼補都補不到一萬億吧 還有如果我補給你的話 坦白說一句,我三四年後就有樓了 有地了,是不是? 這個大家都看到的 林鄭就是拋了這個千七公頃出來 第一件事,不用煩 你們不要再問我有沒有地了 大把地,不過還沒看到 第二,地產發展商不會吵她 因為我在那個地方跟你沒關係 第三,有錢人不會吵她 因為你們高爾夫球場,郊野公園,保齡球場 我全部不會移動 你們在這裡等 將來二零三幾年有地用 但是六年多之後,林鄭,拜拜 如果沙中線都有問題的話 我很難再相信這些工程 這個工程本身 只要釐清一些東西的話,我不反對 但是在任何東西未釐清的時候 你就上馬,就拿錢的話 我覺得就很大問題 你現在這個沙中線大家都看到 一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怎麼樣? 黑箱作業 四個字,黑箱作業 港鐵,政府,禮頓 如果這個一千億做我大哥 衰極,我當你衰了五百億再做過 你香港都給得起 但是那個呢 那個有問題的話,沒得搞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市民對政府沒有信心就是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出來 首先沙中線都要出來 不要再做什麼調查委員會 多久餘,是不是 鑿開他就知道,四個小時就知道 對不對 是不是要向政府施壓 是不是要向這個委員會施壓 是不是要當我們香港的市民是白癡的呢 對不對 第二,這個影響公眾利益 你不是調查參污嘛 大哥 你是不是現在沙中線你查了出來 潘昌是一個不成績的證人 沒事,那我們照他搭沙中鐵呢 沙中線呢 那這牆壁幾年之後倒了下來摘死人的 誰負責 沒有得退讓的,市民 對不對 這個明日大雨 你買些沙出來起到一半有問題的時候 哇,大哥不行,要搬位 我找你林鄭嗎 政府如果不詳細交代清楚所有細節和將來建築規劃,用錢施工 如果公眾有足夠的監管的話,我一定反對這個明日大雨 就是這麼簡單 即使你的《人民日報》官員說這些是刁民 這些人沒有看將來的,我是不看的了 你沙中線都給不到信心我 是不是 你高鐵超支這麼多,你都給不到信心我 我哪有信心呢 如果你每一件事做到妥妥貼貼的 小收小補的,我們沒問題 哇,大哥你做過一千億都搞到這樣的款 已經可能整條要做過了 你現在一萬億的話,你還堅強霸王行上公嗎 你習近平也要管,對不對 對不對 你這些東西交給中聯辦管,他懂得Q嗎?他懂得鐵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市民應該站出來發表你的意見 好嗎? 那今天短短的就講到這裡,18分鐘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就在Youtube 或者我的email留言 好嗎?那今天就到這裡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拜拜